在香港某个时代里 有两位黑大佬联手制霸江湖 他们分别是青龙和白虎 两人关系本来情同手足 奈何一位一个女人而拔刀相想 女人在两者之间选择了青龙 白虎不甘心 为夺回女人 他策划了一次暗伤 结果在大战中 白虎被女人拦住 青龙则趁其不被一脚 将白虎踢下山坡 最终导致后者双腿残疾 之后白虎消失在了江湖中 更有传言他已因伤去世 女人则和青龙结婚 生子过起了幸福生活 时间来到几年后 女人因病去世 青龙悲伤之余 一人拉扯儿子长大 一天 青龙带儿子到沙滩游吻 在他上厕所的空隙 小孩被一神秘人偷走 青龙随后花了大量财力人力 都不能将儿子找回 悲痛欲觉得他离开了香港这个伤心地 去往美国生活 青龙不知道的是 他的儿子正是被昔日老友白虎偷走 或者的目的是一片大旗 小孩醒来时已在白虎家里 白虎将其取名为太子 并给太子灌输思想 你的母亲是被一位叫青龙的男人所害 你的毕生目标就是杀死青龙为母报仇 之后的日子 白虎以太子干爹自居 并让太子从小动物着手开始杀戮 让其从一个单纯的小孩 转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刺客 十几年来 太子因杀戮太多 导致每晚都会做噩梦 梦里全是腐败的尸体 奇怪的是 每次噩梦后还会迎来一个美梦 在这里 她会和一位神秘美女开心玩耍 对方的美貌让太子浑迁梦到 直到太子成年那天 赶紧为避免太子整夜那啥太来 送给了她一个女人 此人叫做小青 是白虎杀手组织里的一名成员 自此以后 白天小青就陪太子杀人 晚上则陪她睡觉 有了小青在身堂 太子每晚不繁忙 噩梦不在的太子 留下的只有和神秘美女玩耍的美梦了 太子很疑惑梦中女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一直梦到对方 与神秘女人在现实中会灭 也成了太子除杀青龙外唯一的愿望 而在这段期间 太子因杀人无数被警方盯上 江湖上有句名言 你逃得过阎王也逃不过太子 足以看出太子的实力 否则调查太子一案落到一名叫小李的警员身上 为抓到太子 小李专门从美国请回干爹帮忙 因为干爹曾是江湖中人 抓捕黑豆杀手 找他出面可能事情会好办一点 而这位干爹不是别人 正是新任江湖霸主青龙 青龙回到香港的消息 很快传到白虎耳里 他的复仇计划终于可以展开 画面来到义务厅 青龙和小李正在喝酒续旧情 突然黑暗中出现一人 只见太子看准实际果断掏枪 结果在这时发生意想不到的一幕 青龙因看见梦中情人导致枪法失误 他和小青只能仓皇逃跑 途中 太子撞见让他魂牵梦绕的人 梦中才能出现的情况发生 奈何追兵在后 太子只能暂别神秘女人 双方这一对是产生不可言说的情愫 神秘女人叫翠儿 是一名夜点巫女 因看见太子孝孟 翠儿被警方带走问话 然而不论警方如何问他 翠儿只是回到没看清太子的样子 很显然 翠儿在隐瞒 因为他似乎对太子一见钟情 看到太子这个模样 也能一见钟情 可想翠儿的眼光有多奇妙 回到家里 翠儿回想起太子荣梦 他将其画在纸上 画到一半时睡袭来倒在床上 深意 太子悄然潜入 他看到翠儿的画好 心里乐开了慌 毕竟暗恋的人同时也暗恋自己 这种感觉换作雷格 我恐怕嘴巴都会笑来 太子拿起纸笔将画布上 然后再给翠儿整上一幅 感情太子平日里不光练了枪法 还顺便学了下绘画 翠儿醒来后发现了两幅画 还有太子的落款签名 他的心里泛起了一 两人就在这浪漫的议会中相爱 他们的见面也很快到来 两人相约在一餐厅 太子邀请翠儿跳舞 翠儿没有拒绝 太子探引自己杀手的身子 翠儿表示并不在意 因为在她的认知里 用嘴巴杀人的家伙才最可恶 感情翠儿讨厌的是汗泥巴之类的人 跳完午后两人来到海边放风签 这样的景象也正是太子梦里的画面 在这一刻 她仿佛置身梦中 宁愿一辈子不再醒来 而此时的小青深知太子 正和翠儿谈情说爱 她的心里产生微妙的情绪 看来身为工具人的她 也对太子动了真心 这时 一人走过来送花给小青 她是白狐手下第二号杀手大墙 此人一直暗恋小青 奈何爱情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你爱的人不会爱你 你漠视的人却视你为唯一 小青将大墙的花丢进泳池 以此回应大墙 第二天 太子和小青接到甘地任 两人来到目标出没地点 一番混争 太子和小青联手干掉目标手下 单在用枪指着目标之时 太子犹豫了 她仿佛在对方脸上看到翠儿的模样 太子选择放过对方 好在小青在一旁补上一枪 才不至于让行动再次失败 太子两次行动失常 让白狐深感一掠 当年她就是殷勤所困一败投递 现在她可不会让太子重蹈腐住 白狐私下派大墙出面 准备做掉翠儿 而此时的太子正和翠儿谈心 她准备暂时离开翠儿一段时间 因为对方的出现影响到了她的杀意 太子想等自己杀了青龙后金盆洗手 到时候再和翠儿团聚 翠儿答应会等太子 回到家里 翠儿遭到躲在暗中的大墙袭击 关键时刻太子出现 她刚在车上看见翠儿遗落的画像 正想给对方送来 两位顶级杀手过招 见太子如此维护翠儿 大墙看在小青的面上只好停手 这时警方杀出 原来小李等人一直在跟踪翠儿 现在正是逮捕太子的最佳时机 太子和大墙联手对付警方 一番私伤 翠儿中枪受伤 太子抱着暗人在大墙的掩护下逃出生天 太子将翠儿带到小青家中治疗 小青答应会帮太子瞒着白虎 太子听后首次对小青说出感谢儿子 回帮会途中 想起自己和太子的关系 正因翠儿的出现而渐渐疏远 小青心中无畏杂沉 回到帮会 因太子的原因刺杀翠儿失败 白虎却将一切归咎在小青身上 因为小青是自己安抄在太子身边的公主 为的就是时刻监视太子 不让其丢弃冷血杀手的身份 显然如今小青已经失职 白虎一怒之下要杀掉对方 一旁大墙出面求白虎网开一面 白虎见状决定给小青一个机会 让他亲自杀掉翠儿 让太子重新变回以前的太子 小青没办法只好点头答应 第二天 白虎称有吉士召回了太子 后者走之前让小青照顾好翠儿 太子回到帮内 甘迪所说的吉士竟是陪他下棋 太子深感不对 但也只好照做 而小青这边正和翠儿谈心 他将自己和太子的关系告诉翠儿 自己平日里除了协助太子杀人 还会在对方饿了的时候 做他想吃的饭 在对方不开心的时候 做让对方开心的事 至于什么开心的事 各位自己脑补 翠儿听后以为自己是第三者 他忙向小青道歉 称自己和太子接触之时 并不知道小青的存在 小青不以为意 因为在他看来 自己才是第三者 毕竟在和太子认识之前 对方就在梦中和翠儿相爱了 在太子心中只有四个人最重要 太子这边和干爹下完棋后 立马赶回家里 此时翠儿已经不在 太子知道自己被干爹和小青算计 他怒火中烧掐住小青的脖子 这是他首次对小青发火 在这一刻小青终于明白 在太子的心中 他和翠儿孰高孰低了 太子冷静下来后放过了小青 他回到帮会质问干爹 为何要杀翠儿 后着拿出手枪表示 如果太子认为自己做错了 就杀掉自己 不然就帮自己干掉青龙 因为他已经约出青龙见面 太子此刻心中异常纷乱 但杀青龙是他毕生目标 理智下来后 太子还是变回了曾经的杀手 他要将怒火转移到 沙姆朝人青龙身上 见太子走后 白虎拿起电话联系青龙 他告诉青龙 对方的儿子在自己手里 有本事就在码头见面 他们一次性解决掉之前所有恩怨 青龙听后大为震惊 他以为白虎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去世 没想到这位仇敌还在 为了恩怨也为了儿子 青龙只能选择赴约 带了四个手下来到码头 青龙还未见到白虎就被暗中的太子偷袭 四个倒霉手下悉说倒地 太子出面与青龙对峙 他称对方是自己杀母仇人 所以要好好折磨青龙 后者听得不明所以 这时暗中有人开枪射伤太子 原来青龙来之前早就联系了小李 不然也不会傻到 只派四个手下跟着自己 看到这雷哥不禁想问 难道青龙就不怕白虎直接干掉自己吗 果然是一高人胆了 佩服佩服 警方顺势包围了码头 但白虎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一轮排好了帮那杀手埋伏在现场 双方发生激烈虎批 最终实力还是白虎的杀手们更胜一筹 小李受伤只能暂时躲了起来 青龙和太子肉薄期间 他突然发现太子背后的纹身 这是十几年前他亲手为儿子弄的 细想一番 青龙终于明保 原来太子就是自己失踪多年的儿子 白虎这一招 就是想仿照历史上的肇事孤儿爱 来报复青龙 关键时刻白虎终于现身 他也不再藏着依着直接说道 青龙 被亲生仔打到就死 是什么致命的呢 此话让一旁的太子失了身 得知真相的他为时以外 白虎准备在这里亲手了结青龙两父子 就在这时 小李突然开车杀出 场面立刻陷入混乱 青龙未叫儿子扑向白虎 结果被白虎开枪射杀 太子趁父亲争取了空隙 反手打倒白虎手下 白虎让身旁的大强去干掉太子 小青站了出来 为了太子他选择和白虎作对 大强与太子对峙 却因小青的缘故迟迟不肯开枪 一场混战下来 只有太子大强和小李等人活了下来 小李没有拦住太子去路 在船上 太子抱着小青的尸体黯然落泪 他以前对小青说过 自己这辈子 自从跟了干爹白虎后就没再哭过 现在的眼泪 证明小青在太子心中 绝不只是一个工具人的存在 时间来到树雨 太子坐在沙滩上思念着去世的小青 这十一人走来 竟是去世的翠儿 后者告诉太子 小青当时没有动手沙滩 而是让他等太子杀了青龙后再出现 太子明白了小青的良苦用心 翠儿依偎在其身旁 几年后 香港江湖再次出现了一个名叫太子的杀手 他为了爱人翠儿 在香港大开杀戒 甚至不惜与整个警方为敌 而这也是雷哥之前 几说电影明月赵坚东的故事 没看过的兄弟可以去看看 奔骗太子传说 作为明月赵坚东的前传 算是将太子如何成为杀手的故事讲清楚了 看完明月赵坚东后 雷哥只记住了太子这个无情杀手 但看完本片 雷哥却只记住了小青这个角色 这个女人的感爱感恨让人印象深刻 在众多江湖大佬面前 她显然更讲情义更有血肉 半倒是太子成了一个纸片人 完全没有自己的思绪和想法 全程都是工具人般的存在 可能这也跟太子从小的经历相关吧 而翠儿就更不用说了 和明月赵坚东一样 在本片中她仍是一个花瓶的存子 除了美貌一无是处 在明月赵坚东里 好歹还有一些让雷哥我看得上火的画面 而在本片中翠儿就显得过于保守了一点 如同鸡肋实之无畏弃之可惜 而她跟太子的梦中爱情 更是离谱到了 我以为再看一个奇幻片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你觉得本片塑造的最好的角色是谁 欢迎发在评论区与我讨论讨论 好了 今天的老港片就讲到这了 我是一个是要讲完所有经典港片的解说 喜欢雷哥的话 麻烦点个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